全油管最快新闻 巴黎奥运会贵金属类授权商品新品发布会震撼京城 6月3日上午,备受瞩目的巴黎奥运会贵金属类授权商品新品发布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本次发布会旨在通过一系列独具匠新的贵金属商品向全球传递巴黎奥运会的文化精髓与艺术魅力 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在清,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副主任王平,联合国数字发展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王凤林,法国驻华大使馆参赞 中国法国工商会国家关系部部长迈克尔,韦德兹,北京奥运博物馆副馆长田宝源 中国设计运动员,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08奥运开幕式第一棒火炬手徐海峰 奥运冠军宋妮娜,正高级公益美术师罗永辉,银行渠道代表 中国银行个人数字金融部领导李嘉文,北京华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陈绍书等嘉宾出席发布仪式 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发布会盛况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近300名来自体育界,文化界,商业界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本次发布会旨在通过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贵金属商品向全球传递巴黎奥运会的文化精髓与艺术魅力 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在清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对巴黎奥运会贵金属类授权商品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 并表示这些产品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设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展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 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副主任王平也在随后的致辞中 期待通过此次新品发布会,进一步推动中法两国在体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随后,联合国数字发展委员会主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王凤林和法国驻华大使馆参赞 中国法国工商会国家关系部部长迈克尔,维德兹分别致辞 他们对巴黎奥运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对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表示期待 奥运冠军徐海峰作为冠军代表,分享了他与奥运的不解之缘,并对新品发布表示祝贺和期待 本次发布会旨在通过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贵金属商品,向全球传递巴黎奥运会的文化精髓与艺术魅力 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在清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对巴黎奥运会贵金属类授权商品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这些产品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设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展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副主任王平也在随后的致辞中 期待通过此次新品发布会,进一步推动中法两国在体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巴黎奥运会贵金属类授权商品新品发布会是京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本次发布会旨在通过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贵金属商品向全球传递巴黎奥运会的文化精髓与艺术魅力 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在清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对巴黎奥运会贵金属类授权商品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这些产品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设计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展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副主任王平也在随后的致辞中 期待通过此次新品发布会,进一步推动中法两国在体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本次发布会旨在通过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贵金属商品向全球传递巴黎奥运会的文化精髓与艺术魅力 订阅新闻即速地,最先知晓天下时